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 台中港建港后规划7000多公顷的伤港范围 让原有的渔场遭到退缩 而在民国92年又在向外来增加4000多公顷的伤港范围 不过因为未经程序公开 导致不少渔民是不知情而受罚 如今台中港物分公司又在填海造陆 之前的补偿尚未完成 现在又继续退缩渔场 这天动员大约150多艘的渔船悬挂布条来抗议 从武器渔港出发在海上抗议表达强烈不满 台中港原本在建港时已划设了7000多公顷的伤港范围 而在民国92年时又向外多划设了4000多公顷的范围 原本只需要花20分钟就能够出港浮渔 如今必须要多上三倍的时间 是我们的船现在在行动 这个也只标线 实际搭上渔船来到外海 可以看见渔船上绑着布条 抗议还我渔权 渔民不满被欺压已久 这天号召上百骚的渔船航行到商港区域抗议 表达对台中港建港扩港后 并没有合理补偿鱼场损失的强烈诉求 你只要一场面试到这里我的产量就减少 单位努力会让人一档对一档 已经差了十多倍了 这还来的又差 越出口 传地又差 因为我时间还要走入方有钱了 我的本益比就会降低了 我的单位努力量 就像我们的 比如我30斗 可以抓30斗 我现在30斗 纯粹也抓不过5斗 越走越风越牌 这里不可以捕鱼 这是商港区 商船从这里进入的地方 这里不可以捕鱼 这也是台中港 以港 北堤 渔船聚集在台中港北堤附近的海域 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诉求 虽然在海面上 却因为被划设为商港范围 不得捕鱼 让他们只能够继续往外海开 必须花费更多的成本 它茅泊区多扩建的地方 我们每天 每一天 出港要够20分钟 一天要够30分钟 一天进出港就要够40分钟 这是够出来的 这是够出来的 40分钟 我们要够吃多多的油 要减着多多的时间 可以作业 这样你看 一年中 无形中间 我们要够付出的 要够付出多多的油价 沿着航道往外海航行 不时可以看到大型的货船进港 台中港将轮船停泊的苗泊区 也就是俗称的商港范围 从7472公顷 扩增到了11285公顷 出海时间增加到了一个多小时 不但没有协商 甚至紧张贴降公告在后里 不知情的渔民误闯 就被罚10万元起跳 让他们是相当心酸无奈 他没有经过正当的行政程序 他就也没有跟渔民协调 也没有开公听会 也没有预告 就直接公告了 你说这样子 这个行政程序 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 你这个行政程序有问题 渔民今天如果误入了 他们所化的这个茅薄区里面 一次拆法就要10万 第二次20万 第三次50万 第四次 他们说要末路 渔业执照 海洋资源属于公共财 就因为商业发展 不得不牺牲渔民的权益 几乎是要他们放弃 几百年来经营的渔场 如今台中港务分公司 又在填海造陆 之前的补偿尚未完成 渔场不断的被限缩干扰 影响渔业资源 让这些仰赖大海为生的渔民 该何去何从 接下来一影城庄安 台中长报道